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装婚言小李 相信大家对这个丝瓜都不陌生 特别是在农村长大的人 很多家庭都有种植的 人们在使用这个丝瓜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这个花的用途 其实这个丝瓜花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厉害用途 下面就让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跟我走吧 朋友们看 这是我们家种的那个丝瓜 快爬门这一大架了 长得非常不错 现在已经开始接这个丝瓜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丝瓜 已经长这么大了 再有几天就可以吃上这个丝瓜了 蠢天然五公害的 恨是期待 这个丝瓜 它的腕子 一颗就能够爬很长 农村人特别的喜欢种植它 因为它接瓜 数量是非常多的 一颗就能接很多的丝瓜 并且 它是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常常受到人们的喜欢 今天 主要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花的用途 朋友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花 成这个浅黄色 喇叭状 看上去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用途也是非常厉害的 下面就让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丝瓜花的第一个用途 就是我们可以拿它来泡水喝 泡水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我们摘取这个新鲜的丝瓜花 把它清洗干净以后 放在这个杯中加入开水 冲泡10分钟 10分钟以后呢 再加入这个蜂蜜 就可以饮用了 经常喝这个丝瓜蜂蜜水 它还有这个 震壳去痰的 这个作用 你喜欢喝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 丝瓜花的第二个用途 就是使用 它的使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 我们可以摘取这个新鲜的丝瓜花 把它清洗干净以后 用它来炒鸡蛋 或者是用它来做这个汤 再就是呢 把它切碎以后 合成面粉 来烙这个鸡蛋饼 都是非常不错的 丝瓜花的第三个用途 就是可以去除猴子 在我们的脸上 或者是手上 长成猴子 影响敏观 人民非常的烦恼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摘一些 新鲜的丝瓜花 将它和这个食盐捣碎 直接浮在这个有猴子的部位 待这个水分干了以后 再重新扶植 坚持一段时间 这个猴子就会自然脱落 效果非常的好 好朋友们 丝瓜花的这些用途 你知道了吗 你还知道它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哈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装混件小李视频的朋友 点点关注 再见